北门车站从日治时期启用作为木材运送集散地 在民国元年时期衔接纵贯铁路之前 北门车站是阿里山蒸汽小火车的起点 也是阿里山铁路的货运集散地 铁路沿线的民生物资都有止上升 地位相当重要 最需要是印山上的民生物用品 瓦斯、青菜、猪肋、娱乐 从这边收集、这边印上去 车站整体建筑以红块木作为主要建材 民国87年北门车站遭注荣之灾 烧毁了车站40% 经由领馆处拨款修复后得以维持原貌 如今成为嘉义市一景 见证森林铁路百年来的兴衰岁月 上面那些天花板通通都要绑绑在磨 还要找材料 适合材料来补上去 所以修复的话也都是那种块木 对 因应阿里山转型的观光潮 民国62年全新的北门新车站 取代旧的木造车站继续载客上山 而在民国87年就北门车站被嘉义市政府指定为谷基 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北门车站一带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 附近快选生活村等都是当时跟车站息息相关的景点 到北门车站参观不妨到附近走走 进而了解这里的历史 中正一报黄玉婷石文新嘉义市报导 请订阅 证明 谢谢大家